大家好欢迎回来 这一节呢我们先把上节的视觉楼梯继续完成它 我们还有一个不可以叠加的话是没有完成的 首先呢上节我们说到这个贴图的话 是它把整个UI都覆盖掉了 把整个格子都覆盖掉了 那我们来先改变一下它 点到image这里 可以这样子点中间这个水平击中对器和垂直击中对器 点一下播放 那它就可以这样子 限制到这里没有个100格子 看上去好像比较小 大家可以吧 这些格子都弄成6个7个或者5个 但是看上去比较大一点 嗯好的然后呢我们来 呃把我们的 逻辑继续完成它 嗯我们上面是 判断 是 不能不可叠加的 现在我们把可以叠加的物品也把它 写一下 嗯 我们先判断一下物品是否可以叠加是吧 嗯 然后呢我们来 判断 判断 呃背包 你的物品是否 你的物品是否 背包里 是否有相同的物品 我一个不可吃 我一个不可吃 item is 嗯 嗯 的 信 嗯 嗯 就这样子 物品是否相同 嗯 首先呢我们也是 转一个参数 转一个参数 嗯 一个插槽 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返回 就返回 呃 这里的话是 也是每个 每个背包 哪个UI 那我们 来 生命 呃 先来个 副循环 那个 ind i 等于0 i 小于 这个 itempad itempad information 的大小 i++ 这里就是循环变力我们的背包 然后呢 我们要怎么判断呢 判断背包 是否有相同的类 是吧 如果 如果 我们的 itempad itempad 它里面的 第几九数据 嗯 是否有相同 嗯 嗯 嗯 itempad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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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有一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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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应该要有一个参数 呃 应该有一个参数的话 就是 yes 专业要有一个参数 参数 这个 哦 反而什么 if 反而 else item class 等于 user religion 等于它的 information里面的 item class 然后呢 如果是的话 会增 否则的话 才会 fast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其实这里可以 下一个封窗 就 算了吧 嗯 嗯 好了 我们来到 在这里 把我们这个 复制下来 这个 这个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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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相同的話 嗯 那麼呢 我們就 返回它的車草 車草 InDesk I 就Return True 或者就Return False 我們還要判斷 還要判斷 如果 我們判斷我們的 判斷 這個 格子是否 已經裝滿了 物品 上限為 99個 上限為99個是吧 那我們接下來要怎麼寫呢 呃 判斷這個類 是否已經 已經滿了 這個 格子 是否已經 放滿了 嗯 Item Case 放滿了 嗯 嗯 返回什麼 返回 Return 呃 Return 我們的這個 它裏面的 Motion 的 Item Amount 嗯 等於 應該是 小於 等於99 嗯 如果是的話 就返回 H H 不 H 不 不 不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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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不錯 如果這個是防衛增少於99個 增一增的話 好沒錯 那我們來這裏 那麽物品是否可以增加 所以我們就來這裏來判斷 判斷北方裡是否有三種的物品 呃 Lock In Dance Lock Item Back 好 如果它返回的是真的話就說明它還沒有滿 如果是返回初的話呢 返回夾的話就說明 返回夾來說明這個 背包裡面它沒有相同的物品 是吧 沒有相同的物品的話 那我們要怎麽辦呢 沒有相同的物品的話 我們就再次返回背包 看看有沒有空的格子 是吧 如果 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 Item is empty 如果有格子的話就 有最緊張吧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 沒有 空格子的話 Utone Fast 然後給個 U-U-Lock 你的背包已經滿了 是吧 嗯 這裏呢 如果有相同的話 再次看看有沒有看到 嗯 嗯 判斷一下 是不是相同的物品 如果有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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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 怎麽樣呢 有的話我們就先來 嗯 我們這裏也是有一個這個 物品來介紹 類型 物品生人就問了 你們這裏的態度 那就不管它 嗯 就這裏 不是不可以再加 我們這裏應該再加一個 嗯 拾取的物 物品 數量 是吧 U-I-N-8 嗯 Pickup-up Item-Amount 我們出手法它為E 就是每次我們之前到一個 到時候我們做任務的時候 任務系統可以 更改它 比如是2啊3啊 這樣子 我們現在先出手法它為E 嗯 有了這個層之後呢 我們就 好做一點了 嗯 我們判斷了之後呢 我們來到 我們就 老 我們就先獲取這個 獲取這個 獲取這個 我們就 然後 然後獲取ItemBad Information 是Index 好的 嗯 現在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先半個的話就是 如果 它是 九十九個的話 九十八個的話 但是我們的物品 失去它了兩個 那怎麼辦呢 它是不是就一百個了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嗯 我們這裡呢 就要 先獲取它 然後呢 把 我們當成的這個格子 把我們當成這個格子 把我們當成這個格子 把我們當成的這個格子的 這個數量把它 變成九十九是吧 變九十九 然後 然後 再把剩下的 再找一個空的插槽 再填上進去 所以呢 我們這裡要 嗯 嗯 嗯 木品的數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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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是把 我們的 item amount 等於 new amount 這個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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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個不是判斷 嗯 嗯 一對是判斷 如果 失去了 物品之後 嗯 格子 變成了 九十九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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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itemon就是itemon嘛 滿了 this is the sun 這個pickup之後變成滿了 嗯 失去之後變成滿的話 那我們就要給他一個 嗯 給他一個 給他個啥 這個叫啥 給他一個物品的數量 是吧 嗯 如果 如果這個 這個uServidage裡面的那個 information 的amount 加上loss index 大於 主持久的話 等於我們就不管他了 是吧 等於我們就不管他 嗯 我們再加一個 Urmd8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返回的那個 返回的那個 還有 還剩多少個物品啊 我們返回還剩多少個物品啊 嗯 還剩多少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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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 items 好 就這樣子 如果我們的 如果我們當前的 格子 加上 失去的物品 大於99 的話 怎麼樣 那麼 那麼 設置 格子的 數量 嗯 是itemm 6mm 99個 設置 99個是吧 那麼 我們的 how many items 等於多少呢 等於我們的 等於我們這個 等於我們這個 這個 加這個 1099 是吧 是不是 剩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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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餘的物品 等於 等於我們的 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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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子 加上 要 要 失去的 要 失去的 數 量 減去 99 好的 em how many items 等於 等於 那麼想看有沒有了 idemmwhat !? одemmct 可以 ın 我們這裏要不要反個布爾池呢 哦要的要的 要的為什麽呢 因為我們這樣子做的話 就可以省那個殼子嘛 我們先便利一遍看看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空的 就是符不符合條件嘛 如果不符合的話 那麽再去尋找新的格子 這樣子添加 好的 那麽我們這裏的話就是這個 是吧是它這裏面的吧 沒錯 那麽不然 不是它這裏 應該是 這樣子 好然後這裏再來一個 插槽 這個插槽呢就是那個 這裏 這個參數是啥 插槽 插槽的話就是這個 item amount 然後第一個就是這個 傳一個參數進去 是吧 是吧 這裏面的 不是只剩 如果失去了 之後 格子的數量不是99個的話 那麽添加 是吧 那麽我們這裏要怎麼判斷呢 呃判斷的話我們就繼續來用這個 是吧 就來判斷 我們點進去 點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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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是什麽 呃 拾取 是吧 拾取了 物品 不對 拾取 可疊加 物品 是吧 酷的 嗯 pick up can 什麽呢 疊加 看一下 overlaid can overlaid item 我們這裏要寫什麽呢 呃我們直接就拿到這裏 這個 ansomysovidigit 看你們的 的 item amount 等於 這裏來個 118 一個參數 loss amount 一個數量 把這個數量給他 是吧 等於加上這個數量 嗯 嗯 有時候 那麼 就 lossitem b user vigit 它裏面的 一個 這個 函數 vi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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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一個函數 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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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git 嗯 它的參數呢 是這個 vigit 是吧 沒問題了吧 判斷的時候可以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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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斷的時候有相同的物品 如果實施的時候會變成99個 如果不變成99個的話 那麼直接添加 如果沒有相同物品的話 再看看有沒有空的格子 如果有空的格子的話 那麼我們也是直接添加 這樣 直接添加的話 我們來這 直接這樣子就可以了 是吧 我是不複製的 就拖你處 是吧 如果沒有相同的物品的話 這是奔斷背包 剛有沒有空的格子 嗯 如果有空的格子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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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們直接添加物品 直接添加物品 直接添加物品 接著這個 是吧 記得這個實現嗎 看一下 indomcast等於lockcast 數量等於這個 這個 這個加上這個 如果它大於1的話 那麼 那麼 如果它大於1的話 如果實現了兩個的話 那麼它就變成可以一件 否則的話 就 把這個 關閉它 然後 然後 這個再 再 再設置它的貼圖 然後 再 顯示可見 嗯 嗯 看它錄的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 背包已經使用的物品的數量 呃 對 這裡要設置一下 這裡要設置一下 設置 設置 嗯 呃 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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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格 挺檢 1 是吧 挺檢 1 嗯 這樣子的話 嗯 可以了吧 如果實現了鬼片99個的話 那麼我們就 這個 返回進去啦 返回去了 實現了 格子不是99個 這個的話 直接添加了 那我們知道怎麼做呢 如果實現了之後 如果實現了之後 格子變99個 呃 那麼我們就 再次變禮 我們就要 嗯 再加一個 呃 再這個什麼 加這個什麼 呃 這個是那個 呃 呃 嗯 這個是那個 是吧 是吧 Loss amount 呃 想一下 呃 Loss amount 我們把 呃 這個不能一樣 這個 amount 沒有一樣的吧 這個是一個 呃 參數 那麼我們就 如果格子變99個 我們再看一下 這裡已經幫我們 吸成99個了 這裡只是把我們的 剩餘的數量 返回出來 嗯 所以的話我們這裡就 就直接在 再 執行一次 再執行一次 再執行一次 再執行一次這個 並且99個 那我們就要再判斷一下 有沒有 再判斷一下有沒有 空的格子 是吧 再判斷一下有没有空的格子 消灰物品 消灰物品 这样子还能再次判断一下有没有空的格子 那有没有空的格子 插槽 是吧 item blast 然后数量的话是这个 是吧 这个还是1 这个不管还是1 是1 消灰物品 好大概就这样子了 嗯我们编译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先 嗯 如果是罗斯兰 负责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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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编译是没有问题的,编译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来找一个物品 我们这里来找一个强化物品吧 强化物品是可以叠加的 嗯,那我们要怎么做,拿到这里 我们给它,抢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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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100开始了,强化石 嗯,0几,0几就可以用了 给它一张图片,用什么图片呢?就这个,帅一点 这是一个强化石 嗯,是的,没错 把它当成一个强化石 嗯,它是100是吧 100的话我们上去这里来 是有這個的加上物品信息 那這個直接就打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方便 我們自己擅置一個指認指認指認 好那我們來編譯一下 看看行不行 然後編譯完成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來到 把那個 藍獨類 剩一個藍獨類 給它添載一個Mesh Component Mesh Component 然後給它一個 編輯 讓它編輯吧 這個吧 先來三個看一下會不會成功 好我們來測試一下 測試一下 測試一下 我們先來拾取這個 好可以 兩個 三個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好 它順利的崩潰了 它現在崩潰在哪裏 沒有 沒有 是Jocob 哎呀 我剛調適一下 好 它最喜歡在這裏 嗯 我們看一下 Item Information I 0 有沒有東西會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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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到底是為什麽 如果 item back 的 item information 的 i 它裡面的 這個函數 如果 lost class 等於 這個 中的 這個 中的 這個 中的這個的話 我們就返回真 等一下 拿出來 為什麽會崩潰呢 沒毛病 如果 如果 item back 等 item back 一個 i 之間的這個 函數 返回了一個 吉他 是 那 有 好 比 好 哦 我們 第八十四行 第八十四行 八十四行 這個沒關係這個不管是 我先看一下是什麼情況 第八十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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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那個 朋友是找到了 找到了 那是因為 我們這個 這個洩漏了 我們這裏創建的話 我看了一下 創建的四百九十個 它是創建的四百九十個 然後呢 可是我們的播放呢 雖然卻跟我們有八百個是吧 所以它 我們 我們 弄成五百 嗯 不太差 敷衍一下 敷衍一下 如果它弄成五百 它不怕只有四百九十個 那麼 當它 弄到 我們的這個 這個 所以我們這個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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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半个地区145我们看它0开始这里都是有的 可是我们等待我们489 489它直接就没有了 489就没有了 为什么489就没有呢 因为我们这里 这个逻辑有问题 如果它等于9的话 那么它就9 这个加1 如果它等于49的话 那么它就返回了 那么它就没有再值 所以这里应该是等于50的话 那么它就返回 这样子的话就 就可以了应该 我这里还加了一点 加了一点这个 这个这个 我这里要判断一下 那是否会空 如果会空的话 直接返回甲就可以了 那都是会空的 就不用拆它 那是否等于了 就在这个 好像就没问题了 那这没有 prostate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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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看一下這個邏輯有沒有問題 如果 潘朗貝爾是有可能的物品 我們看來要吧 這個 我不知道這個 它是執行的這個 等我再研究一下 大家好 原因已經找到了 那是因為 我們這裡 這裡的話應該沒怎麼更改的 這裡就躲了一個銷毀 然後呢我們這裡的話 我們這裡是判斷是否相當的類 item bag item bag information 它的 第二一個元素 就是這個函數 然後呢它裡面是 首先先判斷它是否會空 這裡呢 因為它如果是空的話就是成 所以呢如果它是空的話 如果它不是空的話 那麼它就是夾了 所以它這裡就 沒有判斷到 所以它就 不行 那讓我們這裡 加個桿的號 讓它如果是夾的話 會增 那麼的話 它是增的話 那麼就會 加上去了 那我們來編譯一下 結果它都沒改 就改了那個 就改了那個 這樣子的話 這個思緒邏輯就差不多了 就 思緒邏輯就已經錯好了 好 編譯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來播放一下 情話物品這裡 一個兩個 這個 好像我們是已經 失去成功了 不過它大概 TES好像沒有顯示 我看一下 TES沒有顯示的話 如果剛剛成功的話 那麼之前就是這裡 沒有查到空格 那麼就這裡 這裡的話 看一下 失去物品 喔 確實是沒有 嗯 那我們怎麼辦呢 這八個 可能是放滿了 這個Mouse 嗯 記得這裡好像 有一個 這個是吧 嗯 我們看看 給不給它封裝一個 函數 當然 一樣是這樣 如果 它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是等於這個的話 那麼就 顯示 如果它 等於這個的話 那麼什麼不做 如果不等於的話 那麼就把它顯示出來 這一個我們可以散了它 這裡可以給個 小 item amount 好 然後呢 我們這裡 嗯 拿到base add 我們 一樣 Lost item Bad UserWidget 獲取 它裡面的這個 結構的 啊 輸出 然後 讓輸出中的 Dindex 元素 嗯 裡面的 裡面的 裡面的這個 這個 然後今天我們要去執行那個 執行這個 執行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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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這個 執行這個 好 那我們來日文 southern 執行這個 嗯? 還是沒有呢? 確實是沒有 什麼呢 為什麼有點小啊 好小啊 那什麼顏色 這給它弄大一點看不看得到 好我們先把它顯示出來看是我們的邏輯問題還是它根本就沒有更改掉 我們直接這樣子 所以只要很好等於這個 如果等於這個的話 那就自己這個 否則的話就 這個 嗯 這裏是為什麼 這裏是為什麼 哇 這不搭的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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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可以這個道理來調適一下 看看有沒有 進入到我們這個函數裡面去了 一下播放 我們剪一個 然後再剪一個 好其實它是已經進到我們這個函數裡面去了 看一下它這裡 然後就直接加了一個 然後這裡 Lock on mouse Show 可以顯示出來 我們要執行這個 執行這個 然後結束函數 說明它已經指 如果它已經顯示出來的話 它沒有那麼濕 因為我們沒有設置它 我們並沒有去 添加我們的 呃 添加數量 並沒有添加我們的數量 這個馬的數量 我們並沒有添加數量的話 我們就 這裡 添加數量 pood add item amount test 有個 嗯 嗯 嗯 intbar ocl amount 然後我們這裡就直接 itemamount bush 這個是 這個 這個 set test 就行了 set test en for test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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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 lot amount 添加進去 嗯 嗯 好的 好的 我們就add additem test 我們來到這裡 嗯 進入到這個 函數裡面去吧 我們就 直接就 這個 user 有點覺得 嗯 information 應該用它的這個 我們應該就直接 直接 直接執行這個 函數 我們直接執行這個 函數就行了 idlogamount 好 直接執行這個函數 呃 這裡的話 就把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等於它加上這個 那麼我們這個 就等於這個就行了 是吧 添加 添加 數量 我便印一下 看看有沒有問題 這是應該可以啦 這是可以 嗯 嗯 這次成功率很大 好 我們等一下勾發 看一下行不行 嗯 嗯 啊 看到我個2有沒有 3 看到沒有 希望比較小的是我看到的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實行了一個 可以疊加的一個 失去邏輯 嗯 總體來說 是比較簡單的 但是就是 小問題比較多 小問題比較多 嗯 嗯 那最後就先到這裡了 那麼下一節我們就可以去使用物備了 拜拜